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准备要去摘菜喽 今天先去摘什么呢 鱼池那边有佛手瓜 南瓜暂时不摘它 椒豆 小番茄 辣椒 红薯叶 黄瓜 苦瓜 玉米 茄子 辣椒 要不然就先摘茄子吧 看到茄子 摘不摘就老掉了 今天要摘点辣椒 这辣椒不摘太老了 老了太辣 辣椒一直都是放在冰箱里 从来没有吃完过 这辣椒摘了无数遍了 其实还是摘得挺好的 到处都掉满了 这辣椒 后面的玉米没有之前那几个早都好 这个已经有点老了 这个须都已经干掉了 这上面一截都没长好 下面的长得还可以 整几个黄瓜 后面的黄瓜都长得歪管捏造的 哇塞 这根简直长得太大了吧 好大 刚刚摘的这根 简直是太大了 比那根大出好多 这根感觉还没长大 让它多长两天 像这根这么大就差不多 差点把这根包在柱子上的 大黄瓜给遗忘了 你看它紧紧的挨着柱子 我差点都没看到它 那又是一根 今天收了两根特别漂亮的 大青瓜 我一直都说黄瓜黄瓜 明明就是青瓜 还在说黄瓜 其实这四根都长得挺不错的 这几条苦瓜其实都可以剪了 这个袋子里面装了两根 它这个纹路变得比较粗 有点发泡了 就可以采收了 把这大的剪掉之后 那些长起来的小的 才好吸收养分 今天把这五条大的全部给它剪掉 一共剪了五条好的苦瓜 然后有一条 可能是那天我修剪的时候 伤着它的字条了 然后这根苦瓜的话 就有点发黄了 正好把这几个袋子 腾出来拿去 再给那几个小的套上 又长了五六条小的起来 这一堆又长了五条小苦瓜 等一会儿摘完菜 我去把袋子给它套上 又掉下来两个 看到吗 自己成熟了就掉下来了 这是真正的刮熟地落 这是真正的自然成熟的 它就自己掉下来了 我这儿还有一个黄黄的 要不要把它摘掉 不摘可能过两天 它自己也会掉下来 我感觉这下面这个要掉了 让它自己掉下来我再剪 我这些香瓜苗也是从网上买的 买的是两个品种的香瓜苗 一个是绿宝石 一个是羊角蜜甜瓜 结果现在撞出来 变成了四个品种 第一个就是这个带花纹的 这怎么感觉有点像那个巴里香的样子 第二个是这个 这个有点像绿宝石好像 第三个是这样的 花纹不那么明显的 然后第四个就是这种黄皮的 没有一个是羊角蜜 再几个番茄 大番茄红了四个 这个除到土里了 红通通的 这儿还有一个 下了两天雨 晚上都下大半夜 然后上午还下了一会儿 这上面都蘸的是泥 擦干净 漂漂亮亮的 这边还有两个 这一框子装满了 苦瓜黄瓜 香瓜 番茄 最喜欢这种一爪一爪的 全部红的 这种就可以 哦 这有一个没有红的小的 我都给它剪掉 这种一爪一爪的 这一爪上面又只有一个没红 我正想把这一爪全给它剪了 这个已经长这么大了 剪掉了有点可惜了 还是留着吧 一爪一爪的剪起来 感觉很爽 这个可以 哦 本来想一爪把它剪掉的 结果 拉掉了一个 这爪全部红了 还剩下五个在上面 一块给它剪了 是不是很漂亮 哈哈 还要摘完了这一批的话 这个番茄的话 不是很甜的 皮稍微有一点厚 但是 没有很多籽的那种 我感觉这两天好像好吃一点 这两个黄色的 自己种的没有打药的 上面最多就是一点灰尘 然后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 灰尘都冲干净了 摘了这么多 框枝都快满了 这个番茄长得很漂亮 圆肚肚的 非常的漂亮 我特别喜欢这颜色 那就是摘掉之后 它又长了这种 新的小测枝出来 然后它又会开化结果了 拿点黄豆回去 剥那个青豆籽吃 这个籽都已经很饱满了 大部分的都比较饱满了 再不吃的话就老了 这个长得就比 种在番茄里那个漂亮多了 看 这个番茄瓜它比较嫩的时候 它会有这种菜 等它长大一点的时候 这个菜就长没了 这有两个 还不太大 这也是躺着一个 这个比较大 在这个佛手瓜 我要把这个 遮阳网全扣都是洞 遮阳网到处扣上洞 还有一对双胞胎 长一起的粘体 看到没有 我要把这几个大青椒给摘掉 它长了挤在中间 完全都长不开了 挤的扁扁的 哇 这个已经挤在里头 都已经挤变形了 摘了四个 叶菜是每次都要摘一点 瞧这红薯叶子不摘它 它长得太大了 这次好像这个尖长得要好一些 这个尖长得胖胖的 一直在犹豫 要不要种点红薯 那个长的菜吃 一直空了好久了 都没种东西 要不然就把这个藤碱去种一些 这个感觉是接红薯的 不是吃叶子的品种 其实我不喜欢吃这种杆子 我喜欢吃这个尖 这种嫩嫩的尖才好吃 但是它不长尖 就广长这种叶子 我想把它拔掉 现在又长得这么好了 又有点不舍得 重新种的话 又要好长时间才有的吃 算了还是将就吧 把这几根太长的木耳菜给它掐了 长得太长了 它就长老了 这个井真错 来看看今天的收获 今天的数量也多 品种也多 刚刚数了一下 瓜果蔬菜加在一起 一共是十一个品种 其中黄瓜是两个品种 番茄两个品种 辣椒是三个品种 如果这些单独计算的话 加在一起 一共是十五个品种 这又要两三天不用摘菜了 每次摘完菜之后 这样子摆一桌子 心里就满满的成就感 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有付出才有回报 有付出才有收获 哪怕再回去吃不完也很高兴 送人也很高兴 我为什么每次都要摘这么多菜 第一个是因为我没有住在这边 不可能说吃一顿来摘一点 第二个是因为这些菜长大了 如果你不去摘的话 它就会老掉 老了口感就会不好 所以说即便是吃不完 也要把它摘回去 刚刚装番茄的时候 把这个掉地上去 摔滤了一个口子 我就直接吃了 这个里面 它自然成熟的 里面红通通的 完全是熟透的 有开以后 看 里面也没有很多籽 超市里买的那种外面看着红通通的 但是切开之后里面是绿色的 而且是硬邦邦的 这种自然成熟的 它是从里到外 完全是熟透的 这种才好吃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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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